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来到我们中店的电力厨房 今天我会教大家煮这个怀旧菜 就是古法羊腩煲 首先羊腩我们买回来之后 我们最重要是让它溶了冰之后 我们去冲水 将那些血水完全冲走 新鲜都一样做 因为羊腩本身的油脂都有在 所以我们就放在白锅里 什么叫白锅呢 即是我们不放油 慢慢把它烘一烘 先煎香 这个菜式基本上就是我们以广东为主 这次我们选用的就是这个山羊 即是黑草样 把它慢慢两边反反 香味慢慢浮上来 炆羊腩除了电能煮食 我们有这个可以计时 甚至乎滚舌了 它可以自动调校是熄了的 好了差不多 看见都好像带了些金黄色 然后我们中间 撥开些少许 少许油 不要太多 因为炆的过程里面 羊腩的油就会走出来的 就是了 把姜放进去 煎到怎样呢 要带一点点焦香面 我们就叫什么呢 带一点点金黄色 下酱了 又是要撥开一点点 这个就是两汤匙的厨头酱 我们先放进去 腐鱼 大家记住要用白腐鱼 南鱼 这个鼓法 基本上是用这三种酱料而形成的 把它慢慢搅拌均匀 然后我们就放一点竹蔗 我这次用了三条 好了 现在我们下水了 如果羊腩一般来说 我们要煮多久呢 我就煮一个小时45分钟 然后关火 焗它多久呢 焗它半个小时 出来的效果 那个羊肉又滑又淋 很快就滚了 我们把它慢慢拌均匀 有时候有些煲 其实我们稍微撇一撇 这样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小提示 跟大家分享一下 炆羊腩 最重要最重要 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千万不要加盐 因为为何呢 加盐 其实肉质就会固定了 要炆的过程 我们就要转过来这边 好 大力一点把它倒过来 让它滚一滚 我们把它盖一下 好 接着呢 我们就把花椒酒倒下去 2kg羊 我们大概放几多冰糖呢 就是1汤匙左右 接着呢 我们就马蹄 笋 跟着冬菇 好了 我们先盖上盖子 加回4度火 煮1小时45分钟 好了 时间刚好 看看先 哇 哇 那些香味完全散发出来了 好 那竹籽呢 我们把它夹起它 好 我现在呢 就放上这个枝竹 好了 我们现在先散火 接着呢 我们将那个青蒜 放上旁边 一路吃的时候呢 就一路加热上去 好了 这个非常之简单的怀旧菜 古法羊腩煲呢 就完成了 用了电煮食之后 家里的开支便便宜了 省下来的钱呢 就可以买好的食材 奖励一下自己和家人 如果想用电煮食更多好菜式呢 大家就要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好了